来了才发现还是掉进了周杰伦的甜蜜陷阱 你可能听说爱丁堡有着目光之城的浪漫 卡尔顿山的寂静幽远 福斯桥的钢铁震撼 还有苏格兰群的低调质朴 那么不知道你这辈子有没有吃过什么黑暗料理呢 在爱丁堡我算是见识到了 传说中的哈吉斯扬杂布丁 拿它配上苏格兰威士忌 比想象的好吃 和国内的羊杂碎比一比 你觉得怎么样 站在亚瑟王座这座老火山顶 想起柯南道尔 JK罗林 史蒂文森都曾踏足过爱丁堡 感觉十分欣喜满足 又想起脚下的火山 在3.4亿年前喷发过 更是热血沸腾 这样想着时被北海的风一吹 这股子热血说没就没 突然就有点想念西班牙了 可是为了苏格兰口音 我忍了 因为我还没学会 爱丁堡偶尔让我想起重庆 都是山城兼雾都 作为老牌雾都 爱丁堡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鬼 在著名的玛丽金小巷 爱丁堡城堡 布莱尔地窖 听说缘分到了 就会撞见鬼 是不是有点子怕了 不过身为爱冒险的我 怎么能不去活见鬼一番 这么刺激的爱丁堡 你要不要呢 在这儿 我们下边就会撞见鬼子